中非合作还积极助力非洲大陆的工业化进程 提升当地的经济自主发展能力 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 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 中方参与投资的合作园区 大大的促进了非洲国家对外的招商引资 通过产业集群助力了非洲制造走向世界 我们在15个非洲国家建成了17个鲁班工坊 促进了当地民众的就业 中国始终是非洲探索现代化发展新道路的有力推动者 开辟减平新路径的重要贡献者 我们愿意即将举行的2024年 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为契机 继续与非洲携手推进 减平的进程 互相合作密切协同 加大打击 亡赌电炸 毒品贩孕 人口贩卖等犯罪活动的力度 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宁 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 请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 各方应尊重委内加人民做出的选择 尊重委方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力 相信为政府和人民有能力处理好本国内部事务 先兵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8月25日 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 不顾中方的坚决反对和一再劝执 执意清闯中国南沙群岛 先兵礁附近海域 并以危险的方式 故意冲撞现场执法的中方海警船 造成双方船只发生碰撞的责任 完全在飞方 中国海警依据国内法和国际法 对飞方的船只采取了必要的处置措施 现场的操作 专业 克制 规范 一段时间以来 飞方频繁地派出海警船 公务船等 强闯 先兵礁附近海域 企图向在先兵礁戏湖 长时间滞留的飞海警船 实施补给 谋求实现长期存在 飞方此举 严重侵犯了中方的主权 严重违反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破坏了南海的和平稳定 中方敦促飞方 立即停止侵权挑衅 立即撤走有关的船只 中方将继续依法采取坚决有力措施 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维护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严肃性 每当自身陷于困局 美国的一些人士和媒体 就把别国当作转嫁矛盾的替罪羊 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事实很清楚 通过通胀削减法案 搞歧视性补贴 连续地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上处机构的法官领选 动辄对别国的产品 加征高额关税 美方的这些做法 才是引发全球对新一轮贸易战的最大担忧 数据也很清楚 去年世贸组织的成员中 仅美国通报的技术贸易壁垒措施 就有454件 比它后面的五个成员国通报的总数还要多 保护主义带不来一家独大的幻想 只会失去合作共赢的机遇 过去中国经济与世界的发展深度交融 未来我们也将进一步扩大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培育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在开放合作的大道上 中国永远是世界的机遇 中方支持俄罗斯 作为主席国办好2024年 金庄合作各项活动 我们也愿同金庄伙伴一道 共同推动金庄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 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